Hello 新的一期啊 这个今儿给大家来点干货 好多人觉得可能之前外景什么的干货少了点 放心 这期全是干货 好 这个正所谓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很多人都觉得像我们这样的人 怎么会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呢 但是我想说你错了 我们其实也是会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 很多人一会就会非常惊讶了 就是你们肯定想象不到 像我一个这样的人 看起来不像好人的 这么看起来臭流氓的人 居然是一个会踏踏实实在家看书的人 没错 今儿我要给大家看看 我自己关于书籍的收藏 我想分享出来给大家看看 是不是书中自有言如欲 书中自有黄金物 说实话书真是一好东西 真的你要是想好好学习 你都能找到相对应的书籍 所以我这次分享给大家的全都是关于服装品牌设计 这方面的书籍 我们一会儿来一个全方位的解析 每一本书都有什么都讲了什么 我会一一的给大家展开了看 走起来 我们一本一本的开始说 先说第一本吧 为什么把Xlarge放到最上面 因为街头品牌里 严格意义上来说 最早的街头品牌之一 就是Xlarge 尽管现在Xlarge已经卖给了日本公司 很多经营各个方面设计 包括跟李宁的联名 就让我觉得不太行了 现在真的说实话 但是我们翻看这个品牌的历史 还是很厉害的 所以它这个封面特别有意思 它弄了一个跟我们小时候用的踏板 然后就是能变的 然后它写的1991到Future 就说明这个品牌还没终结嘛 所以当年人家成立的时候是1991年 好 书基本上一开始就是讲这个品牌的 最一开始是怎么开始了 最初期的一些产品 其实大家也不用质疑 没错 Xlarge的这个logo 最一开始就是从Ben Davis 这个星星上变化了而来的 所以这里边有很详细的 这个介绍啊 包括一些就是设计灵感来源啊 怎么开始的做这些设计啊 历年的这个领标啊 对历年的这个经典的产品啊 对 为什么我刚才前面说 我觉得现在的Xlarge不太行 就是早年的设计真的特别帅 对就是其实我觉得主要还是一个审美观问题 就是这个90年代这个时期的这种审美观 它做出来的就是好看啊 这也是为什么Vintage的价格一直高高在上啊 就是的确那个年代的审美就是好看啊 我不知道国内反正至少在这个日本Xlarge 就是很多消费群体都是中学生 大学生啊 真正酷的这种街头的孩子现在都不穿Xlarge 但是早年的这些设计啊 真的就是太帅了 而且早年穿Xlarge的也绝对是真的都是玩的大哥狠人嘛 对 所以这个书基本上就是把91年啊 一直到14年嗯 所有一些经典的产品的照片 跟一些品牌的故事历史给大家做了一个完全的解析 这本我是觉得非常不错的 我也不知道现在能不能买到了 我只是现在纯粹的拿出来给大家分享 然后下来就是Karhar Karhar也是老工装品牌了 也是传奇的工装品牌 我们前两天刚讲的黑人文化啊 结果Karhar这个第一页就是EazyE 全都是这个hip hop的这些大哥们传奇们 前几页全都是hip hop的艺人 基本上就是这种书大概都是先给你讲 前期历史啊 然后品牌是怎么开始的什么的 然后后面就是历届的一些经典的这种产品 哎 为什么所有所有东西都是老的好看 所有东西都是老的比现在的新的好看 这个一定要好好看一下啊 这个是历届的一些 它是按照色系 把历届的一些这个经典的各种感觉的logo ODB 然后这一块全部都是历届的这个迷彩了 其实严格意义上这个Karhar 它最早就是一个纯的工装品牌嘛 但是到最后大家都会得跟这个次文化亚文化 这些东西接上边 所以这本书Karhar也是极力的在给大家展现 它们跟街头啊滑板 自文化亚文化这种紧紧相扣的感觉 就是它主要是要靠这本书 给大家看到他们这些点 好厉害的开始了 Karhar乘以贝夫 这都是Nego年代的黄金年代的贝夫的设计 所以为什么好多人都跟我说 Nego不是干U1类的吗 我告诉你Nego是创造贝夫的人 Nego是把贝夫做到最厉害 把整个日本街头潮流推向全世界的人 只不过他后来不干了 就是贝夫后来变成IT了 他干的U1类的 这一段历史是Nego这一生里最辉煌的时刻 哎呦这东乡做的也是帅 Neverhood联名开始了 Neverhood的联名 哎呦当年的Neverhood真帅 到书的最后嘛 开始给大家科普这个品牌的历史了 最开始了1889年最早的Karhar 最早的Karhar 这个我也是看过很多日本这个玩Vintage的达人 他们穿的这个Karhar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标识 就是这个陶芯就是他们那帮追老Vintage的朋友他们追Karhar就一定得得是这个陶芯 logo 那最早的Karhar这种纯工装纯workwear Karhar的靴子 历年的一些海报 这也是太老学校了 这比90年代老学校多了啊 所以这本我也是极力推荐给大家 嗯这本是全都是关于Karhar的 接下来啊这个Karhar 这也是把Karhar历年的一些东西全都做了一个总结和展示 对我觉得最一开始知道Karhar是它是以一个涂鸦艺术家的身份出现的吧 那最开始大家涂鸦都是单纯的做这种涂鸦 是从Karhar开始它会把这个海报偷走 在上面加印刷 这个的确是Karhar非常早的 你看这种还没到那个时期 这种还就是单纯的涂鸦的时期 就是从这种时候开始 Karhar就算是一个非常创新的一种方式出现了 这个的确很厉害 就是你现在看还是很超前 这是99年的作品 这些都是他99年干的事 这个应该之后在很多潮流单品上都见过这种模式的出现了 对吧 这种模式的 这是2000年 这个Diesel 哇太帅了 开始系统的给大家讲解Cos这些理念啊 然后他的这个画 还有像刚才那种大的人偶啊什么的 是为什么这么做什么的等等 哦 是 哦 哇 这个是能有一张当时的海报 这得多少钱 这已经开始转向从这个街头转向美术馆了 已经不再是单纯的街头了 已经变成艺术了 对 已经不是street graffiti 这已经变成艺术了 这已经变成艺术了 对 还是非常详细的这本啊 就是把历届这些经典的在这本书里能一览无遗 就全都能看到 也是非常推荐的 也是非常推荐的 这个是RAV7的一个大集合 这个就是把历年的RAV7厉害的设计全都做了一个总结 这个应该是从96年到01年的设计 看96 这跟你97 这个估计那个做衣服的是不是 如果想打板 这是一本打板神器了应该啊 就那些做仿货的 你们如果能把当年的RAV7一模一样的做出来 你们也是厉害 哎 这个上面厉害的经典的款式实在是太多了 所以他有两本我就不全部给大家看了 我们就这个走马观花的给大家翻一翻这个里面 的确是把它历年的这个经典的款式做了一个非常系统的总结 完完全全展示给大家 这个也是强力推荐两本纯黑的 下面说到大哥了 说到这个现在的领头羊领军人物Supreme是吧 这我估计可能Supreme的这个认知度 跟知名度现在可能是最高的 估计很多人也有这本 啊 这个也是 基本上其实这种书大概都是这种 把品牌的故事跟历年这个经典的款式做一个总结 哎呦 小水枪 Supreme这个其实还是干了很多厉害的事像这种广告啊 嘎嘎 嘎嘎 Supreme 啊 这个估计大家每年的模特都能看见了 这个原来还是这么年轻稚嫩的他 Tiler J3D 这个如果你喜欢Supreme 我觉得就是应该说如果你喜欢街头的话吧 这本也是必须得有的 因为这里面的确做的这个总结非常全面啊 这历年的这个经典的款式 然后这些photo tee的人物啊 该在的全都在里面啊 这都帅疯了 对 那 尽管现在那个黑哥们一直在做Supreme的这个模特 但是在我心里 J3D 我永远都是穿Supreme穿的最帅的人 瞧吧 哎呦 这本就甭聊了 这个我觉得应该是必须 必须拿下的一本啊 这个的确像样 Scarface Public Enemy 对吧 这都多帅 你再翻看Supreme的产品 真的是美式街头最佳演艺品牌 真的 嗯 把hiphop滑板 啊 各个方面融合的这么全面啊 应有尽有 真的帅 你现在再翻过头来再看这些产品 真的帅 就是尽管现在已经不穿Supreme了 但是现在翻看这些历年的这种look 感觉有好多还是那么帅 还是那么渴望拥有 这更不用说啊 这大哥都来了 是吧 万斯还用着说吗 我这本我忘了 我这本可能是在这个万斯的球鞋店里买的这本书 我记得好像不是一个书店 50周年啊 这个也是把历届这些传奇爱误啊什么的 可能要得把这些大哥先放在最前面说呀 哎 通过大哥结合这些鞋型 给大家聊 是不是 50年了啊 Mr.卡通 这也是历年的一些经典呢 合作艺术家的设计 关注万斯的很多人知道 万斯还有一个自己的音乐节 对吧 Blink 182 彭克在当年是像现在的Pita一样 当年的彭克是年轻人最有号召力的音乐 这Northax Black Flag 基本上到后面就开始给你讲他们延伸出来的另外一些东西 BMX 嗯 这个小轮说 我之前说过去是BMX 好多人都不知道什么是BMX 这块全都是乐队的 各种乐队的合作联名 嗨 谁敢不跟万斯联名 如果万斯跟你说联名你不联 那这肯定不可能的事是不是 后面都是开始讲产品本身的这些了 历年的一些产品的这些照片啊细节啊 老东西真的好看 我现在还是不管是什么品牌 我都是觉得老的好看 COS 这都是更上一个level的艺术家的了 孙上龙COS 知道WACOMAYER的人一定对这个艺术家不陌生 NEKFACE NEKFACE是一直都跟这个WACOMAYER 有长期的合作关系的 这一本就全都是NEKFACE的这个个人的这种 艺术的一个展现的东西 可能有一些图片过于凶狠 所以我们就大概看一下 说白了就是我是想告诉那些喜欢这方面东西的年轻人 如果你感兴趣 NEKFACE也是不能忽略的一个艺术家 好吧 就是涂鸦呀这个方面它做的的确是很厉害 这个我就大概走把光花给大家翻一下 到时候自己感兴趣就自己去买吧 好吧 NEKFACE 这本就比较厉害了 前面都是艺术家呀品牌的 但是这本居然是把集合店的去拿出来了 为什么要把集合店这本拿出来 因为我觉得BIMS在日本的地位已经不单单停留在一个集合店那么简单了 BIMS的地位已经上升到了一个这个能影响整个日本时尚跟这种风潮走向的地方了 它已经超越了一个贩卖的范畴了 它已经是一个更高的地位了 BIMS也出过很多本书 我就拿了其中一本 来给大家看看 这本就是BIMS历届的一些他们选择的 不一定是他们自己的 是各种品牌的 这种单品 他们觉得非常好的 他们做了一个总结 而且拍的也非常有意思 不是那种严格意义上的 找一个模特弄自己帅帅的酷酷的在那拍的 拍的非常有意思 像这种拍摄方式 Only in Tokyo 有意思 你看这种拍摄方式真的特别好玩 非常浓重的这个日本的感觉扑面而来 就是让你一看就是就既告诉你 哎BIMS是一个非常日本的店铺 但是呢又能非常有机的把全世界现在流行啊 各个方面有意思的元素啊 跟日本跟东京跟BIMS做一个有机的结合 你看这个片子拍的真太帅了 这个Moncleer我第一次见 这个Moncleer只在BIMS卖 后面我也就不翻了 基本上都是这种好的产品的这种展示 加上店铺跟厉害的设计师的对谈 BIMS下面就到了我巨爱的这个FAREL了啊 我在很多节目里 大家也能看上来我对FAREL有多崇拜 好我们来系统的看一看FAREL FAREL这本是先讲它在音乐上的这种 早年的它的团体NERD 这个应该是讲的一些伟大的音乐人 是怎么影响到的FAREL 前面都是关于FAREL音乐方面的 我其实这一块没有那么吸引我 我主要是看的它后面这些衣服类的东西 从这开始这是NERD 这个这种腰带啊 的确是从FAREL开始的 现在可能很多人都会做这种感觉的腰带了 COS为FAREL做的NERD的logo 看看人当年这个FAR就已经玩成这样了 这个NERD的DUNK 然后BAPE的迷彩 NERD出专辑时候 BAPE给NERD出的专辑的这个T恤 BAPE 这个就是早年BAPE如果没有FAREL 真的没戏真的 就从这就能看出来 这是07年这个FAREL跟BAPE的联名 FAREL和NEGLE 这应该开始就已经开始讲到 他们做BBC跟ASCREAM了 因为这毛衣很明显是BBC的 你看果然是 这块聊的都是BBC跟ASCREAM BBC ASCREAM 这我就比较感兴趣了啊 08年BBC的设计 所以很多人现在跟我说说 现在BBC也不行 等会要ASCREAM各种打折 现在的BBC跟ASCREAM跟FAREL 已经没关系了 我们推崇的年代都是零几年 05年到08年这个时段啊 就是NEGLE跟FAREL FAREL还在他们最开始品牌里工作 跟担任主导的那个年代 这个时候就是FAREL 还在BBC跟ASCREAM的时候的 这些东西 那个时候的真的太帅了 07年人的这范儿 放到现在也是帅的 老佛爷 老佛爷最开始挺的 黑人艺人就是FAREL 这都不用质疑 就是第一个绝对FAREL 那时候还没刊业什么事呢 还没有DOTA呢 这开始经典的一些BBC 跟ASCREAM的单品 就开始给你做一个完整的展示 为什么我那么折服于FAREL 到时候大家如果能买到这本书 回去看一看 看看十几年前他们在干嘛 你就知道为什么我折服了 非常详细啊 历年的这些经典的设计 在这都能看到 店铺最早FAREL 这个BBC跟ASCREAM的店铺 店铺的设计跟陈列 也是非常厉害 这个地面弄的跟这个 真的像月球的那个地面一样 哇 看这店帅 好这开始讲到LV了 LV跟FAREL的一些联谊 严格意义上说应该是 FAREL跟NEGO为LV做的一些设计 这些都是早年的 08年09年 FAREL跟NEGO为LV做的眼镜 现在人们以为自己很厉害的事 人家十几年前早就干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这么崇拜 FAREL跟NEGO 在他们面前 其他人都是弟弟 这个FAREL为MUNCLEAR做的设计 COS都太早了 真的他干的事 他玩这些东西 真玩的太早了 做家具 很多人都不知道 FAREL还做家具 没错 不用惊讶 包括一些艺术品 后面是一些FAREL为LV 什么的一线品牌拍摄的一些 又能做音乐 又能做品牌 还能做模特 世界就是这么的不公平 这是为什么我这么崇拜他 OK这本啊 反正我觉得是一定要拥有的 说实话这现在聊的每一本 我希望大家都能拥有 大哥来了 前面第一本讲的就是大哥 这是同时期的大哥 跟XLarge同年代的街头品牌的祖宗 FAREL这个我之前在微博里也写过一次 这个NEGO他们早年 Abase in Ape 这些想法什么的 都是从这来的 这个我绝对没胡说啊 到时候可以去翻我的微博 去翻到这条微博 这个FAREL也是非常非常OG 也是最早玩这一块的 但是他比这个XLarge要凶很多了 说实话 FAREL的那种点 跟他做的那些事儿 其实是我特别满意的 我觉得FAREL的很多设计都会让人看了震撼到你 最早这种纽约地铁里拿枪指脑的这些照片 这个跟艺术家的联名 这90年 1990年 他比XLarge还早 XLarge是91年成立的 90年人家已经出这种产品了 这个经典的福特的logo 街头的设计跟街头品牌跟街头文化 包括hiphop音乐 simple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点 就是你怎么把别人的东西变成自己的东西 那可不是抄袭啊 玩的不行的 就是那种才叫抄袭 像这种就是完完全全变成自己的东西 没有人会质疑他们 这个早年的90年的设计 臭诱 臭诱是什么意思 我估计很多玩得明白的哥们也知道 Royne Stone的舌头 来游票什么的 就是FARC的的确是赶 这种电影呢 这种photo tee 所以Supreme当时还没成立呢 FARC已经把这些事就干了 这是92年的设计 大白鲨对吧 然后把鲨鱼变成人 把人变成鲨鱼 所以在我内心里 我真的特别崇拜FARC 因为我觉得FARC才是街头那种魂不吝 敢做敢干的那种标志这种品牌 不过同样的就是90年代他们的设计特别帅 现在的现在也有很多很帅的 这两年又回来了感觉 这个一定要看 这个仔细看看 这个Undercover的小熊是从哪来的 没错从这来的 所以就是这种东西就是互相拿 你拿我的我拿你的 也没有人质疑过Undercover 从这个FARC的这拿这个熊的事 Motohed的这个主唱Lemi 直接把这个Lemi做成了耶稣 所以早年这个Neighborhood什么的 玩这个骷髅加Playboy头 都是在大哥们之后干的 这也是FARC的 就真的FARC的是走在这些品牌之前的 我敢说很多品牌 很多后来日本成功的品牌 都受FARC的影响特别深 这也是一个特别经典的 这个Ruinstone的传奇 Kiss穿着自己 这是FARC做的Kiss吗 Too tough to die 结果大哥自己穿上了 FARC真是一个特别优秀的品牌 这本书也是完完全全的给大家 展现了这个品牌的历史 跟他们当年干过多少厉害的事 还有这些超前的设计 影响无数后人的设计 这个我也是强力推荐 这些历史 这些品牌的故事 这些传承的 从哪来的 说白了就是 你连你爹你妈你都不认识 你还是什么人啊 就是一样的道理 但是这个时装品牌都挺逗的啊 前面那个Ruff Simon 就是什么logo都没有 这个是有一组 有七本 我现在就拿来一本给大家看吧 这个七本讲的 全都是VVI with Wood 从最一开始的Sex 开始讲起 一直讲到现在的 这都是最早 还没有VVI with Wood 这个品牌之前 教母干的这些事啊 这个肯定大家都知道了 这个姓手枪专辑封面 就是从这来的 所以你看这种设计啊 这种美感啊 一直传承到现在 一直影响到 现在无数厉害的品牌 厉害的设计师 厉害的艺术家 对就是这有七本 我实在没有办法 一一给大家展现 所以我就走马观花的翻一翻 给大家看一看 所以很多先锋的时装品牌啊 我觉得一点都不先锋 这才是最先锋的 七八十年代人家干的事儿 这个七本啊 这一共有七本 没有封面 我也不知道 这个应该怎么搜这个书 这个是我当时买的 嗯也是我收藏里 比较重要的一个系列 看这名字就知道了吧 好多人让我讲这个Undercover 我觉得我就甭讲了 我还是更喜欢聊文化 什么这些事儿 品牌我也是愿意讲一些跟街头有关的 毕竟这个Undercover算是一个比较这个实装的品牌 但是它里面也是有很多重要的次文化跟亚文化的元素在里面 就是最早跟这个藤元浩啊 尼狗在一开始 就是他们也是Undercover也是背部成型的最初期 Nowhere年代 Nowhere 好多人在那还说什么Nowhere 这胡说八道 人家叫Nowhere 人家也没有说要把自己念成Nowhere 别跟那瞎说行吗 其实早年的高桥顿长得挺帅的 1994年到2002年 94年的设计 前野中信 都是历年的一些经典的Undercover的设计 设计这一块真的是得像鸵鸟那样的兄弟 给大家讲这些什么剪裁啊板型啊这些 不是我该干的事儿我就不干 但是呢这本书一定推荐给大家 因为不得不承认这个Undercover的确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品牌 高桥顿也的确是一个非常厉害的设计师 都是历年这个Undercover一些经典的设计 太酷了太狂了这些都 照片拍的也特别有意思我觉 这个是当时给优衣库做的那个系列 Supreme系列 这本就是如果你是一个Undercover的粉丝 高桥顿的粉丝也是极力推荐的 行这个我原本想说一期把书的事儿讲完 结果我发现我这个书的收藏啊的确也是有点多 所以呢我们这书啊我估计啊保守估计三期 我们讲三期 所以第一期给大家讲这个一些品牌的 艺术家的设计师的书 那我们下一期我想讲讲关于Vintage的 那这一期就先这样